歡迎收看精靈天下中秋月圓人團圓 今天是中秋節 大家邊烤肉邊來看我們今天這麼豐富的一個節目 首先來歡迎我們今天參與一起討論的嘉賓 總體經濟學家伍佳龍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林永明 大家好 財經作家尤庭浩 中秋節快樂 資深分析師 紀偉銘 大家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因為這一次聯準會主席鮑爾 對美國的經濟前景好像很樂觀 因為他不只上調了經濟成長率的預估 也下調了失業率 偉銘我覺得很奇怪 他這個9月沒有升息的情況下 他說今年可能還會升息 但是明年降息的幅度他說他減半 他對經濟的前景這麼樂觀 會不會 我不好意思罵他那三個字 因為大家每時候講說他老還爹 我還是講出來了 就是說他會不會對經濟的展望有點太過樂觀 我認為其實這一次的聯準會利率決策會議9月份 因為聯準會一年開8次會 那有4個月會給出經濟預測 而經濟預測就代表了聯準會如何去觀察美國的經濟 所以呢我們認為這一次的經濟預測有讓我們有一點點的蠻出乎意料的 我們一個一個帶大家來看 首先第一個我們在看這個部分的話 是在GDP成長率 GDP的部分 原本聯準會在上次6月份的時候認為 對美國 大概就是今年的成長率就是一個百分點 但是呢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次一口氣直接上修到了2.1個百分點 哇這個上修的幅度是蠻大的 非常的大喔 而且我們等一下會再來看說為什麼2.1這個數字是一個蠻驚人的數字 那麼我們還要再看他連明年的經濟成長率都從1.1%上修到了1.5% 明年也上修 沒錯 所以代表是說聯準會對於整個經濟的前景是相對比較樂觀的 而且我們要注意到這個2.1%為什麼我們會說他有特別的意義 因為聯準會認為一個long run的經濟成長率大概是1.8個百分點 那1.8個百分點代表的是在中性利率 也就是聯準會如果今天的利率是在中性利率 對經濟不帶來刺激也不帶來壓抑的情況之下 他的經濟成長率就是1.8個百分點 OK 結果原本大家都認為我們現在聯準會升息升了這麼多 應該要壓抑我們的總體需求嘛 所以今年的經濟成長率應該要低於1.8 沒有低於1.8 還超過 還超過 所以2.1%的話代表是說聯準會認為現在的這一個經濟成長速度 仍然是比一般正常來講還要來得更快 OK 再來第二個的部分是失業率 失業率的話原本聯準會認為今年的失業率應該是要往上攀升的 那理由跟前面剛剛你講的邏輯一樣 結果這一次也下修到了 下修 對啊 他從4.1%下修到3.8% 我們一樣要跟這個4.0去做對比 做一個比較 因為4.0的話正常來說他就是所謂的中性失業率 那代表是說在這個情況之下他是一個normal的狀況 可是今年的失業率仍然是低於4個百分點 所以聯準會認為勞動市場仍然非常的緊俏 仍然非常的有韌性 那他一口氣把明年跟後年的失業率也都下修了 所以整個情況看起來好像美國的經濟一片繁榮一片夾合 這個根本連軟軸軸路都談不上根本就沒軸路 沒有軸路嘛 所以這個是現在聯準會的情境有在慢慢的轉向 我們再來看一下聯準會在意的通膨 這個我很關心就是通膨的問題 對這個corePCE就是他們核心PCE的部分呢 聯準會也是從3.9%下修到3.7% 這個東西隱含了什麼 聯準會認為通膨比6月份預測的時候還要更加可控 那當然聯準會認為這個通膨下降的速度應該是很緩慢的 可是畢竟他下修了今年年底之前的PCE的數字 那不就代表他認為說現在的貨幣政策有慢慢的正在發酵 發揮他應該要有的威力 那實際上面我們還要再去看另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看到了說這個SEP公佈完以後 當天美股就大跌 隔天台股就跳水 你這樣一講我突然覺得 他對經濟的展望是樂觀的 結果跳水 結果跳水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搞錯方向 我告訴你為什麼原因是因為出在明年的降息預期 市場原本認為明年了不起大概降個4碼 像4碼應該不錯 結果聯準會認為明年年底的利率應要維持在5.1% 而且聯準會主席也說我們不排除今年還要再升息印 這件事情本來在今年就有一個預期的空間 但是市場原本認為明年要降息4碼 結果這個點證圖 還有我們SEP出來後發現 怎麼辦 聯準會好像明年看起來只要降息兩碼 所以這樣就數學來講 他又年底再升一碼 然後明年再降兩碼 整體來講那不是只有降一碼 沒有錯跟市場原價的預期其實是有落差的 所以這也導致了為什麼當天的美股在這個會後記者會完以後 我們就看到了馬上出現一個跳水 當然聯準會主席告訴我們說 2024年的降息預期幅度減少 不是因為我們聯準會沒有辦法把通膨打下來喔 是因為美國的經濟真的太好了 他是對於經濟成長的樂觀態度 所以他認為明年的這個降息幅度不用這麼的大 他要維持這個利率更高更久 那麼我們現在要少數要留意的風險是什麼呢 聯準會的態度擺出來了 但是市場有沒有願意相信 實際上面從去年一直到現在 你不要講願不願意相信 這幾年大家很少相信他 很少相信聯準會沒有錯 我們從實際上面的數據來去做觀察 市場認為在今年年底升息一碼的機率喔 他在升一碼的機率喔 小於40% 他都已經講成這樣了 他都說通膨穩定 但是景氣非常的好 所以還可以再升息一碼 大家還是不相信 市場不相信 就是不相信 我就是覺得你沒有辦法再升息一碼 所以我們要想想看的是 在接下來的兩次會議上面 還會有很多的勞動數據 還會有很多的物價數據 每一次的經濟數據公布 都會幫助市場重新對焦 而這個預期啊 如果再上升的話 不就代表市場慢慢的再去接受 聯準會真的要升息一碼 當你今天有這樣的預期變化的時候 可能就會對股價帶來一點點的壓力 但是這裡面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為什麼市場覺得 你還是不會升息 是不是有什麼數據 譬如說 我們之前在講的這個倒掛的問題 好像到目前也還沒有解決 還有零售的數字 也沒有明顯的攀升啊 那如果從數據層面來看 真的包爾會不會太過樂觀 我們其實現階段的話 當然市場上面就跟陳彥哥剛剛講的一樣 會覺得說 你聯準會主席 會不會對這個經濟有點太過樂觀了 所以我們就從數據上面來看 首先呢 大家討論很久的就是殖利率倒掛 這個東西我們可以目前看到說 實際上面這個倒掛的情形仍然存在 還在 所以呢 當然你這一件事情會不會衰退 我們從歷史經驗來講 只要倒掛往往都會出現衰退 可是在實質經濟上面 在實體經濟上面 它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這一次都沒有 這次目前看不出來對不對 但是呢 它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仍然存在 因為你長端的殖利率比較低 短端的殖利率比較高 對於投資來講就會壓抑 因為銀行比較不會想要借你一個 而借你十年的錢 沒錯 讓你去投資 比較不會嘛 我借短端的錢 我借三個月的錢 欸我的利息也收的比較多啊 所以這件事情代表了什麼 代表它會壓抑美國的投資需求 GDP裡面那個投資 會因為殖利率的狀況而被壓抑 一方面當時美國政府有很多的移轉性支付 所以這些東西 他們又沒辦法出門消費 所以儲蓄率會在短期上面飆高 可是我們疫情後發現了 欸這個通膨很嚴重嘛 所以大家發現 我的工資沒有辦法應付我的日常所需 我就只能從銀行帳戶裡面 不斷的把錢拿出來 不斷的把錢拿出來 這就看到了儲蓄率不斷的下滑 這代表什麼 現在美國的儲蓄率已經來到了 只剩3.5個百分點 民眾口袋裡面沒有錢啊 沒有足夠的資金 我通膨真的打下來了嗎 其實還沒有喔 所以呢 如果今天民眾發現銀行裡面沒有錢 那他又要消費 他只能繼續用儲蓄 不然他要幹嘛 他就必須要儲蓄工作 你只有工作才有薪水嘛 所以我們觀察儲蓄率以後 我們就會發現 為什麼美國的失業率一直掉不下來 原因就是因為如果他不工作 他就沒有錢可以消費啊 因此呢 明明大家都認為 今年失業率應該要往上走 因為聯準會去年升息了一整年嘛 利率來到這麼高的水準 結果失業率連動都不動 仍然維持在3.8% 而且要注意喔 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SEP上面 聯準會認為今年年底的失業率是多少 3.8% 還會降下來 也就是大概就是這個水準了 今年就是這個水準了 他不會再上去了 那麼我們可以觀察到現階段的話 因為3.8%仍然低於4個百分點 所以呢 勞動市場還是非常的具有韌性 那麼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 在失業率 雖然現在看起來有一個微微上升的那個感覺 因為畢竟利率政策 但是呢 現在還是屬於在歷史低大 美國人仍然非常願意去工作 所以我們在看到就業市場還沒有爆掉之前 我們會說啦 這個經濟衰退的隱憂仍然存在 但是呢 我們回歸到金融市場來看的話 現階段還觀察不太到有立即衰退的一個風險 好所以這個鮑爾他對經濟的樂觀好像是有底氣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要能夠失業率撐住 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但大家更關心的就投資市場的角度來看啦 中秋節接下來大家會說會不會有變盤的問題 還有一個是科技股的一個部分 那因為之前大家太集中在科技股了 那這一波很多科技股其實也修正了不少 那維銘你怎麼看就是說這個科技股修正以後 中秋節之後有沒有表現的機會 我認為我們先講結論 我認為中秋節這一個時間點過去以後 有機會可以看到先蹲後跳 原因是因為呢 前面大家可以看到直立率 可是蹲很久會不會要跳 跳不起來 蹲得久 像我現在就有這種問題 你蹲得夠久蹲得夠低你才跳得夠高 腳亂了 心太硬了 我們那個心要認為說他會跳吧 對不對 我們心態要樂觀一點 但實際上面呢 在這幾個月裡面至少從8月以後 美股跟國 國際股市跟台股 基本上都是在走一個修正 所以真的是蹲了蠻久的 可是我們剛剛這樣子的情境分析完以後 發現其實經濟並沒有這麼的悲觀 我覺得這個點蠻重要 沒有錯 而且再加上其實股價在這兩個月 你修正跌身就是最大的利多 那我認為啦 現階段的話 畢竟殖利率比較高一點 對於這些資產的估值 還是會帶來一點壓力 不過我們已經建立在了說 一個先蹲後跳的情境 我們就來看一下 要會先蹲後跳 你就要去找什麼 權值股 找法人會操作的股票 那才跳得上去 所以我們第一個先來看一下聯發科 發哥 發哥 再從大概兩年前一路的往下修正 到現在 雖然最近大家看起來股價很強 但實際上面他仍然在一個區間裡面 這個大家都講一代全王 可是我覺得他很像洛基 他演了好幾集 我們大家都覺得 有一點像 但不要看不起他 為什麼 因為現在聯發科傳出 拿到了Google 3奈米的TPU V7的項目 這個東西他們沒有去認識 但是大家應該認為都是有的 而且這個項目 其實大概會在2025年 聯發科營收的兩個百分點 算非常高 而且你拿到了Google 你會不會再拿到其他公司的 有機會 所以這讓聯發科 最近股價的評價 做了一個Rerating 所以我也會看到說 聯發科好像最近的股價 看起來要創高 而且投信的動作 也相對的比較積極一點 這種股票就是可以留意的 因為有新的題材 再來很多AI伺服器概念股 被人家打成落水狗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技嘉接下來的 阿嘎啦 阿嘎啦 這個巴蜜蜜最喜歡 不錯的 大家都不知道巴蜜蜜嘛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他在8月份的時候 開出來一個119億的營收 結果股價居然一直跌 這個數字非常高 但是他不是天花板 我們要告訴大家 因為8月份的時候 技嘉他沒有完整的出貨 接下來到年底 每個月技嘉都會出 800台到900台的AI伺服器 那你一台伺服器30萬美金 那你出800台到900台 算一下 乘以匯率32 大概就是90幾億的台幣 所以營收來到150億以上 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股價在最近真的是修正蠻多的 所以有趣的是說 基本面還在持續向上 股價卻莫名其妙的往下修正 你的意思就是像這種就很容易有機會往上 沒有錯 鑽石掉到泥土裡面 他還是有價值 所以我們可以趁著他在拉回的過程裡面 去找找看有沒有適當的買點 再來偽創也是一樣的狀況 小創創 對啊 你股價修正完以後 難道你AI伺服器拆開來裡面 那個基板就不是偽創做的嗎 還是一樣是他做的嘛 所以呢 現在他仍然是GPU基板的獨家供應商 每月的產能大概是3.6萬片 那我們從毛利率跟他的這個單價 一片大概是5千美元 你估算下來的話 偽創接下來每一季基本上 在AI伺服器會貢獻1塊錢的EPS 再加上傳統的業務的話 你說明後年大概可以賺到7塊錢左右 8塊錢左右 現在的這個股價估值看起來並沒有很高 所以我認為這些股票都是後面 大家可以去做留意的 ok 好 謝謝維銘 好 那接下來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 因為談到美國 我們一定要談到巴菲特 那大家就在想說 為什麼巴菲特最近手上握這麼多 的一個現金 是不是美股的估值太高 不能投入 可是剛才我們又看到美股的前景這麼好 可是我們又發現巴菲特 這個投資 既然跑去投資房地產公司 而且賺了26% 而且我們找了一個 我們找了台灣 最像巴菲特的 整個我後來仔細看一下 你真的跟他長得還蠻像 我覺得你比較像 你年輕的時候 我不是說年紀 我是說年輕的時候 搞不好他就是長你這個樣子 可是我的報酬沒有他高 沒關係 等你累積到90歲應該就有 謝謝 但是我覺得 要值得留意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只看到巴菲特 購買了哪些股票 其實最近大家會發現 巴菲特其實在他的私人公司當中 也有適度的布局台積電 其實本來這些基金經理人 他那時候買台積電 還引起全世界的花瀾 對 所以過去幾個季度 大家觀察巴菲特的主要動作 第一個是 在去年年底大賣了台積電 第二件事情 是他在今年年初 大舉地進行日本股市的進場 第三件事情是 近期又針對房地產市場 來進行相關的部件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基本上你可以關注到 巴菲特這一次押注的房地產公司 整體第三季獲利和收入 的確都表現不錯 而且股價漲不異來到2成5 今年是超越大盤的 可是我們要實質來了解一下 到底巴菲特買日股 和買房地產類股的原因 到底是因為他覺得股市要跌 所以我作為主動基金經理人 我必須做一些防禦性建倉 防禦性 我們都很清楚 這麼大的一家公司 就算他認為股市會回檔 他也不可能完全不買股票 沒錯 就連台灣的投信 都有最低持股限制 百分之七十 對 那你百分之七十 就算你看空 那你看空 你還是得買 那怎麼辦呢 買防禦性股票 防禦性 所以我們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 巴菲特現在買股票 到底是屬於防禦性建倉 還是他會選擇在右側 明明就是一個反彈格局 來進行相關的部件 這就不一樣的思維 沒錯 所以一個是防禦性的建倉 一個是完全的看空 好 那我個人認為 如果我們從巴菲特指標 來進行留意和觀察 你會發現 基本上他所進行的資金的購買速度 基本上是遠遠低於 過去幾個季度水平 也就是說他雖然在買 但他買的比例是極少無比的 賣 沒錯 我們觀察巴菲特指標 巴菲特指標 是美國的總股票市值 去處於GDP的比吃 它是一個動量指標 因為每年GDP都會變化 都會變 但你可以觀察到 通常巴菲特認為 如果比過去高一到兩個標準差 也就是如果巴菲特指標 來到150%以上的時候 就是極度過熱的階段 那你可以觀察到 其實從08年以來 08年當時是屬於相對低基期 為一節 灰色線零週以上 就屬於開始高基期 基本上2020年以後 幾乎都在高原期當中 即便22年的回檔 回檔幅度都不是特別大 都還沒退到比較適合進場的區間 對 所以你真實看到 巴菲特從2020年以來 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他並不是買別人家的股票 他買自己家股 實施庫常股的規模 你可以觀察到 當時在整個20年到21年 是巴菲特所持有 實施庫常股 最多規模的這幾年 換句話說 巴菲特在過去一段時間 他根本就無股可買 沒有股票可以買 怎麼辦呢 就買自家股票 所以他這個動作 就是你剛才講的 我一定得買股 對 我別的東西 我都覺得太貴 我就只好花錢 買自己的股票 他投資最聰明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自己的股價 給炒起來了 實施庫常股 等於把在外流通股數 給減少 那股數不變的情況底下 很容易股價就上升了 那他具體到底願不願意 進行相關股票的建倉 有一個主要原因 就來自於 目前是屬於一個 右側反彈格局 我們按照過往的經驗 巴菲特通常是在 左側下跌的時候 來進行建倉 所以我們仔細觀察一下 巴菲特的現金水位 本輪在2022年的下跌 他是不是有做一些 試度的部件 答案是有的 只是買的沒有這麼多 張圖表示 波克夏的現金水位變化 當時在2008年 海量貨幣寬鬆之後 現金水位就快速飆高 這也可以理解 因為貨幣寬鬆 債務也飆高 我的現金比例也飆高 可以理解 但問題 可以看 觀察到 這個上行速度非常快 一直到什麼時候 大概在2022年的時候 2020年其實沒有買多少 是到2022年 大概下滑了 四分之一 所謂的現金水位 OK 那這四分之一的水位 它就是針對整個美國股市 幾乎是全職的部位 包括像是蘋果 蘋果 蘋果買很多 美國運通 前陣子他有買西方石油和雪佛龍 進行一些傳產股的部件 可是你可以觀察到 最近它的現金水位 飆升速度非常快 可是飆升速度這麼快 我沒有看到 它在買股票 說明什麼事情 它買不多 那很多人說 可是巴菲特 針對日本股市 它本身擁有非常多 廉價的日元債券 所以它可以用 非常廉價的資本 來進行日元的借貸 以此來投資日本股市 那如果我把這些錢 放到日本的這些 科技全 這些大型科技巨頭 或者一些商社巨頭 地產巨頭的話 那我領4%到5%的配息 直接當中的利差 就可以賺走了 而這樣子不是一個 很好的做法嗎 那是不是長期看好 日本股市的表現呢 我認為也不一定 它純粹是在進行套利 它也是做防御性建廠 為什麼 如果日本股市的創高 是因為日本 這些企業的經濟 這些獲利能力 在今年持續創高的話 它買就有道理 可是我們具體觀察 巴菲特購買的這五大商社 像三菱 三井 伊藤中 祝有和頑紅 它在整個二二年財年的業績是多少 比如說三菱去年是賺了1.1兆 今年預估才多少 9200億 倒退 三井賺多少 去年1.1兆 今年是8800億 也倒退 伊藤中 8000變7800億 祝有從5600到4800 頑紅從5400億到4200億 五大商社 今年賺的錢 都不如去年來的多 所以日本股市的上漲 某種程度是因為貨幣寬鬆水推動的 波克下去買日本五大商社 並不是看好日本五大商社的發展 而是因為它手上有非常多廉價的日元 那它想要進行立即的套現 為什麼你買了 你就等現金鼓勵發 10% 5%直接賺走 你買的日元又不用還利息 這個時候中間的利差就能夠直接賺走 所以我個人認為 我們在過去三個季度 看到巴菲特的種種作為 都看得出一件事情 它正在準備減便宜 它現在根本就不願意買太多的股票 但是時間線現在來到第三季 你看到美國股市 全球股市開始陸續回漲之後 我相信很快 在第四季的13F報告當中 我們應該就看到 這個季度它應該出手了 但是我們從巴菲特 目前的一個投資整個操作當中 能不能 或是它的心法 能不能得到一些什麼啟示 OK 基本上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 全球的前十大富豪當中 其中一位是巴菲特 但它也佐證了一件事情 就是基本上 那種短期的高報酬 在長期來看是不可靠的 原因為何呢 如果你真的每年可以賺取四成到五成 這種非常驚人的速度報酬的話 那很快你應該就成為全球首富 對 但是全球的前十大富豪當中 我一直做這個夢 一直沒有成功 我也是 我也到現在還沒成功 前十大富豪當中 只有一位是搞投資的 而且還是搞價值投資的 就他 對 所以你要理解到當資金量旁大到一定規模之後 它的整體績效就會慢慢的下滑 會下滑 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它持有的規模太大了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 巴菲特的三個時期 它的初到期是在1950年到1970年 這段時間它的年均報酬有22% 這段時間標準 它初到時間跟你差不多 對 藍籌股泡沫 藍籌股泡沫 那在巔峰期 46歲到68歲的時候 年均報酬就非常高了 這個時候厲害 這個時候反而是因為投資一些傳產能源石油概念股 伴隨著中東危機 有顯著的推高 可是你觀察到2000年 科技生產力循環 貨幣寬鬆 大幅推起的泡沫之後 年均報酬率只剩下9% 因為它不愛投科技股 第一不投科技股 第二 它的歸名體量太大 它的歸名體量太大 它買的股票就只能只有大公式而已 但是你可以了解到 你這樣播客下 今年的績效 輸給S&P 他不是說如果他掛了 他就叫家人去買S&P 對啊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的一種做法 那簡而言之我覺得 巴菲特至少到目前為止 它的投資策略是完全沒有改變的 它永遠都是左側交易者 左側建倉 而且針對自己有信心 那些傳產 有防禦負城河的股票來進行建倉 你可以觀察到巴菲特的財富累積 大概都是在60歲以後 快速的增長 這以前有個小故事嘛 那個小太監問老太監說 為什麼老太監你這麼有錢 小太監問老太監 老太監說因為我割得著 我們都是韭菜啊 但是你越早進去願意被割 購買S&P500 SPY的話 長期有一點的負利效果越厲害 但是我們也了解到一件事情 巴菲特其實在眾多的繳稅名單當中 雖然巴菲特很願意去多繳一點稅務 賺這麼多錢 可是你看到在過去20年到21年 當時巴菲特的財富增長 是全美富豪當中增長波都來得最快 他持有最多的股權嘛 這個是說他財富增長第一名 對 但是你可以觀察到他的實質稅率 0.1% 貝佐斯0.98% 馬斯克是3.27% 對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這個做企業家跟資本家 這繳的稅率還是不太一樣 他瞧好少好少的稅 總而言之啦 你可以觀察到巴菲特在本輪的資產步調的建倉當中 他其實是非常有原則的一個人 而且一直到現在他也沒有因為科技股在短期內的飛漲 而改變自己的態勢喔 那我個人認為喔 隨著過去幾個季度啊 他冷 他冷了差不多有三個季度 都沒有做大規模的建倉 那一旦股票開始進行回檔 也就是現在是左側的下跌段 我相信我們在第四季 很快就可以看到他在第三季抄底了 而如果大家要想要學習巴菲特的心法的話 我們就要掌握這個契機 當股票在左側下跌段 就是我們進行相關部件的時期 好 當然我們會持續去關注一下巴菲特的一個動態 當然他出手的時候往往不是最低點 而是相對低點喔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喔 就是現階段來講 因為高盛對於油價提出了一個破百的看法 其實我也嚇一跳 因為我們也要請教有明哥 因為我們在投資圈這麼久喔 每次高盛只要出一個報告 動見觀瞻耶 剛開始的時候都會啦 對齁 都會嚇一跳 等一下他如果連續出十篇的時候就要很小心 後面威力就不管 對對對 那因為最近俄羅斯亞 中正好 對於這個減產的部分又要延長 那後續是不是真如高盛的預期 因為你在投資市場這麼長的時間 觀察也很敏銳 你覺得油價真的有可能這麼高嗎 好 那如果是後面有什麼投資的心法要教我們 對 第一個我對油價的看法 我先講結論 我也是看漲 第二個部分我覺得市場好奇怪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什麼人在推塑膠股 真的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覺得現在好像沒有人鳥高盛那天報告 或者是大家都不相信塑膠會長 大概就我們蠻認真的來討論 搞不好這會變成一個中秋節之後 大家一邊吃烤肉 一邊想一想 這件事情到底到最後會不會發生 第三 搞不好第四季 你去看巴菲特出的13F報告裡面 很多塑化類股 或者是石化類股 我們先來講 我們說原油這件事情 最近到底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還是說真的有機會 因為我們從供給跟需求兩端來開始做切入 第一個 供給端大家都知道俄羅斯窮 俄羅斯 因為打仗的關係窮 那窮的情況之下的話 他現在每一天要把減產30萬桶的一個決議 把它延到年底 這個我就比較不懂喔 他就窮嘛 對 那他應該多弄一點油出去耶 各位我覺得油是這樣 P跟Q的概念嘛 對 就是因為最後出來的是營收 那你如果P上升的話 然後Q下降的一個 我們這測的是經濟學的敏感度 對 也就是說這個下降的一個幅度 相對來講沒有P來的這個大的話 那整體的營收是增加的 其實俄羅斯還是聰明的 他是聰明 但是前提都是說我對敏感度的一個測試 我的Q會不會降很多 OK 那他如果後面有需求的支撐就不會降 就不怕 對 所以我覺得等一下我們就來講需求拉引的這一塊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沙烏地阿拉伯 大概每天也要減產100萬桶 本來是1000萬桶嘛 那現在減了100萬變900萬桶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底氣都是認為說 你後面真的有需求 所以我現在的減展 把價格拉高了之後 我即便Q少了一點 但是我整體的一個財政 對 我財政的一個稅收會改善 那再來我們看需求端這邊 到底出了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2023年大家之前預估的非常低 大概是176萬桶 現在微幅增加到181 而且這個裡面的前提 還是包含中國大陸狀況很差 從82掉到78 所以可見其他的新興地區包含像印尼 雙印印度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等 其實這些地方的需求是有在增加 有跟上 好那我們再來看OECD的話 開發中國家的話更多 這個上調到15萬桶就是10到15 這個就印證了我們剛剛的一個呼應 所以我覺得從供給端從需求端目前看起來 整體來講的話四大機構 其實在估今年原油的一個消費年變動率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發現這個EIA就美國能源管理局已經開始在往上調了 沒錯耶 對 只有它四個裡面它調的最快 算是領先 對 它調的最快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到最後會不會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各位要知道美國能源管理局其實管的很多都是美國清源油 所以也就是它對美國這一端的一個消費看的沒有那麼差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高盛在預估油的一個狀況 這個報告一出來我也很關注 其實我們學技術分析的人 大家都知道這個地方是它的一個很重要的頸限嘛 那這個頸限大概是在多少 86到87 那現在有沒有過 過啦 過了 對 所以其實如果過了以後還沒有形成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回檔的話 目前看起來下一個頸限就是100 對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我覺得市場上的情形是這樣 因為前面打死都不信 也就是說認為在這個地方不會發酵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塑化股每一次 大家都是趕在最後一批老鼠 也就是當油不斷地開始從90站穩 然後之間往100走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開始突然覺得這件事情好像變一件事了 然後之後什麼時候開始跳進來呢 就是這些塑化廠爆炸 就等那個然後再等高盛調200塊 對 調200 然後塑化股開始爆炸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開始進去 那個時候就是高點就出來的時候 那我們等於領先來討論一下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2月 其實都是油品的傳統旺季 那剛剛有需求 剛剛有成本推動的問許嘛 這不許的問題 然後現在有底面的這個撲耳的問題 所以整個雙效應的情況之下 那整個在煉油的過程中 很多人我們慢慢開始幫大家來複習這張表 因為很多人對科技股很熟 就比如說把零件拆解的都很熟 這個什麼吸 什麼吸的 對 這個大概都十幾年前 有真的在做股票 做塑化股的人才比較知道 比如說原油提煉出來的話 當然就是以吸 丙吸 丁二吸 跟這個芳香精的這一塊 那這邊的話是提煉五大素質 這邊還包含一個本 所以接下來的話 因應各種不同的一個需求 進入到中油 到下油 所以你PP啊 PLDP 也許DP等等 那現在我們來看 最上油的是什麼 最上油的叫台塑化 它是做輕油鏈結的 所以如果油上升的話 對它來講是第一接受惠 那第一接受惠 它8月的營收已經跳上去 現在的月限股價 在相對的末端 那像這種的話 各位就不要再去算它的本益比 因為整個原物料的一個波動 一定都是在高本益比的情況之下買 那現在是相對的一個低檔區 大家可以留意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五大販用素質 它們就會比較飆 因為第一個它們股本比較小 第二個的話 它們受波動的情況比較大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長時間 最近我去把所有五大販用素質看了 PVC最強 就距離乙吸最強 那PVC用在哪裡 第一個 電線電纜的絕緣體 跟儲能有關 那這個就跟重電 綠能這些有關 這個有概念 然後陳彥果然是財經專家 然後再來電動車裡面的汽車配件 跟生技裡面的醫療 那我們來看一下 PVC裡面的代表就是華夏 其實華夏上半年是有賺錢 然後股價又在相對低 好 那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東西要注意 最近我們不是都在流行PCB嗎 對 各種PCB 可是PCB的上游的原料是環氧素質 環氧素質 最重要的原料的話叫PBA PBA BPA BPA 那BPA的話叫做這個所謂的分甲碗 分甲碗 就是南亞在做好多關鍵詞 就是南亞在做 所以這些英文數字 大家英文字母 記不得沒關係 沒關係 大家把它複習一下 PVC 然後那個PBA 那南亞雖然大統 可是位置也在低 可以留意 好 當然我們剛才 有明哥談到了這個油價的一個 氛圍跟分析 這時候我們要請問一下這個 佳龍老師 油價的上漲是不是 未來也會引發物價的上漲 所以現在讓這個聯準會不敢高歌 我本來想要唱一下 拉高音 後來想要算了 到時候又被減掉 但是不是因為油價的關係 油價是有影響 你想的沒錯 那聯準會的任務 就是現在的任務 對抗通膨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它有一個奇怪的地方就是 聯準會對通膨跟經濟的展望 跟華爾街金融圈的展望不一致 不一樣 對這叫不一致 那通常你知道嗎 投資圈流行一句話就是 別跟央行對著幹 對 現在看起來金融市場對於 利率通膨這些展望看法 跟聯準會是對著幹 而且我今年好像都一直對著幹 對 去年下半年已經開始了 那這個東西是因為他們華爾街這邊 金融圈這邊沒有意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高通膨時代的話 通膨很頑強不容易倒下來 這件事情金融界裝沒看到就這個 現在看起來確實已經 然後聯準會就一再的跟市場溝通 就在講這一點 就說這個很頑強 他甚至於乾脆講今年不會降息 對 然後他們改成預測明年要降息 現在乾脆現在先把預期的四碼 修正為一半之兩碼 我告訴你明年整年都不會降息 到了明年他跟你說我根本不會降 他慢慢的修 現在我們看起來 首先認識一點 通膨數據 如果超過5%有人會拿6%當標準 我們認定是高通膨 高通膨時代 那一旦是高通膨時代的話 通膨會很頑強打不下來 好現在我們講原因是這樣 就是通膨現在數據是有放慢 有 但是速度還是慢 慢 而且維持在通膨的那個基準線以上 就是3% OK 3%加了有通膨 你看如果是通膨率在3%以下 怎麼2點多 百分之2點多 那個都還可以忍受 那個沒問題 沒什麼問題 因為目標值是2% 政策目標是通膨設在2% 好這裡插播一下 用這個圖來解釋為什麼是2%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 如果因為某種原因 這個需求增加 譬如說政府財政支出增加 花消費券 基礎建設投資等等 外來力量刺激 然後企業產出增加 公司獲利增加 股價也上漲 然後給員工加薪 增加雇用 結果呢 所得上升 消費增加 果然呢 需求增加 增加 對繼續 這叫通膨循環 為什麼要2% 而不是0% 是這樣子 因為2%這個才動得起來 就是讓它動 0就 正常跟常態下溫和的那個通膨 是對經濟有利 好那現在是 雖然有換慢 但是在3%以上 然後呢 6月份的時候 整體CPI到3.0 然後7月份變成3.2% 8月份變成3.7% 果然是緩彈 那就是說通膨會出現緩彈 那 之前我在這個節目 其他節目有提到這個可能性 這個風險 就是通膨會緩彈 那現在下半年來了 因為看起來是這樣 高基期效應也消退 對 上半年有高基期效應 對 然後現在呢問題是說 通膨如果拖久了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對第一個會形成通膨預期心理 通膨預期心理 大家開始意識到說 會有通膨會有通膨 通膨預期心理成形之後 那麼會產生至少兩個重大效果 第一個是各種商品 產品 產品端 會開始重新定價 就他把 像很多沒漲價 我看到最近都在漲價 對 就是那個產品端 這是物價的部分 再來 各種生產要素 會出現落後補漲 這個我覺得就很麻煩 就是要彌補通膨的那個 帶來的那個購買力的損失 對 那這個生產要素有幾個 第一個原物料 原物料 原油 都是一樣 對 能源嘛 再來第二個就是租金 租金 房租 對開店面這些總要用到商辦 這些都要付租金 然後再來就是工資 尤其現在經濟結構裡面 大部分 六成七成以上都是算服務業 服務業的話 主要的工資 主要的成本是薪資 薪資 那除非他生產力 蓋過薪資成長率 不然的話 企業會有漲價的壓力 對 所以呢現在我們看起來 原油 租金 跟工資 這三個生產要素 都很強 都還沒有真的下來 好 現在我們要解釋 為什麼會 通膨長期化這個問題 是這樣 這是一種風險 風險 但是我們不希望它發生 但是聯準會 聯準會也不希望它發生 聯準會一直在暗示 但是呢 會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對抗通膨的重點 是短期內的話 用貨幣緊縮 把通膨的預期心理打掉 這個很重要 預期心理沒有打掉的話 後面這些問題 會沒完沒了 這個的話 我們補充一下 剛才說工資的問題 就是你以前也提過 叫做物價工資螺旋性上升 對 好 所以現在呢 要把預期心理打掉 不然會陷入 長期化這個危機 那聯準會利率政策的動向 很多人都在那邊拆 到底要幾碼 一碼兩碼 其實我們要直接講 聯準會制定利率政策 真正面對的是 通膨長期化的風險 這個我們要一再強調這一點 就是說這個風險 才是聯準會真正放在心上的 好 那聯準會說過 因為這個原因說過兩句話 寧可緊縮過度 不要緊縮不足 然後不宜過早降息 上一次大通膨時代的時候 曾經兩次降息 對 兩次降息的結果 通膨都在創新高 創新高 後來聯準會才放棄這個想法 直接把基準利率打到20% 是 然後把通膨打下來 所以呢 聯準會真正擔心的是 通膨的緩彈跟長期化 而這件事情 華爾街 投資界 金融圈 都沒看到 不願意面對 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理解 為什麼很多人告訴你 升息接近尾聲 趕快去買債券 是這樣來 所以 未來這個如果 這個高通膨高利率 會變成一個長期的問題 可能我們也得去思考 這個投資的部分 要怎麼重新佈局 當然現階段大家更關注 還非常關注的一個話題是什麼 就是iPhone 原本大家認為iPhone 銷售不如預期 但是沒想到 有很多的粉絲 漏頁排隊 就是要拿到iPhone15 那我們等一下來討論 到底iPhone 或是我們更直接講 蘋果 到底靠收入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來討論